这是台湾人命 关怀人为心妙灵 这是台湾人命 愿我成功妙地生 这是台湾人命 愿我成功妙地生 无上圣圣 无上圣圣微妙华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词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 各位微信圣教 义京大学闲事同修代表 今天106年的6月25日 也就是我们千佛修正会 千佛一日禅 我们在千佛寺总滚山千佛禅堂 共同来修 正道 我们修行 一定要有正道 没有正道 那就是 两天 外表看起来是很漂亮的蛋 事实上 实际上 两天是无形的 甚至在这里是空的 所以有修 必须要有正 若是有修 没有正 那就不算道 所以我们 金刚经共修 佛法的共修 我们是要用在日常生活之中 你才会了解到天上界 诸佛 他们在天上界 所悟 天上界 所了解的 然而我们还没来到世间上以前 在天上界 佛已经告诉我们的灵性 你们到世间上 走一趟的时候 你们回来 要带着成果回来 天上的真理 这个道 在世间上 那 是不是 行得通 阿塞 行不通的法 是假的法 行得通的法 就是真理 就是佛法 就是道法 真理呀 这样听懂啊 这样听懂啊 所以很多修灵修的人 修灵家人 灵机的人 在那边跳跳跳 讲了满口的 话语 人家听不懂 结果 你在世间上 行也行不通 啊 讲一些 胡说八道的话语 啊 众生没有办法去 正 没有办法去行 没有办法去悟 那都是 假的话 所以我们维新圣教 教族 王产老族 将中华文化道童 五千年来的文化 啊 再过去咯 啊 这个智慧 大家所讲的话语 现在拿来 用在生活上 能不能行 能不能通 那就是古至今用 古人的智慧 拿来现在用 合不合 不合的话 古人所说的话语 根本就行不通 比如说佛经 所说的 佛来当时要走多少游巡 啊 经是这么写 但是当时 是多少游巡 要走多少旅路 现在有高铁 有飞机了 那些根本都行不通 你用这样的话 来以古人 所说的话语 他们的行为 你又要用在现在 来用呢 那根本就行不通 所以叫做法无定法 非法非非法 在我们中国 就是易经的易 随时在变 随时在化 变化 万千 那我们的 很多的真理 也是变化万千 啊 所以我们学到 来到世界上 你读古人的书 一定要记住 那是古人讲的 古人当时的生活 学性 生活状态 那么 现代的人 跟科技文明 这么发达咯 什么都不同咯 都在变 都在化咯 那你若是 荣然依照 以前的话语 来行事的话 那绝对是不通的啦 你听不懂啊 那你听不懂啊 古时候的人 修行走 每天要用脱波 去脱波七家 啊七家咧 你 没有人不吃供养的话 你就要挨饿 就是说你不好好修行 你不好好修 不好好保持 为众生祈福 所以你不思 你要去化缘 就没有人不思 给你 那你活该还饿 那现在不一样了啦 现在呢 就是黄包就好了嘛 然后自己买 自己要吃 吃什么东西 你就会吃什么什么东西 所以时代都在变 都在化 那么我们现在所讲的易经 谈的易经 教的易经 古字文王 用意 古王 古人 所用的意 和现在用的意 又有差了易解 过去的易经 你在那边谈 谈了漫天的道理 结果没有时间 与空间的关系 你所做的 绝对行不通 那么我们现在 时代不一样了 我们要斩钉截铁 非常正确的 所以我们用意普卦 有XYZ 有时间 六十夹子 空间 二十四三方向 再哪一个方向 做的是古人 的用意到现在来 也贺老人 还有鬼谷子 把易经 更加的符合现代科学文明 我就 悟到这一点 看到这一点 我就开始 把它 普传 正到了结果 非常的正确 比如有一位 我们的老弟子 他去投资股票 地天泰 他很高兴 他那一天就马上 让这很多钱 丢进去去买咯 第二天拿了 这张瓜给我看 我说 你保释的 地天泰兄弟属实 一定在帮 那一位 易经老师 问他说 这个百分之百正确的 我问他说 你百分之百是失败的 牙泰股票 也可以 健 Lang 刺老师 与世 又等 triANT 崩盘 到最后 當婢子 等等 那位 那位 我们弟子 他说 怎么样 同样易经 也有实用的用意 也有学圆派的用意 极 globe 有不同嘛 那么我们这个时代的易经 你要用经得起实践 经得起考验 我们是使用派的方向来学到 而不是在那边 哎呀 地天态啊 最好的 上阴啊 下阳啊 还会下沉啊 还会转动啊 当然下沉股票下沉下去就完蛋了嘛 所以这个呢 我们学到一定要多方向 不能只有一个单向 要听不懂 哪有听不懂的方式吗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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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啦 好 就是说 所以 金刚经所说的 菩萨 菩萨心 住于 法而行不失 住于法 你修到菩萨 我们行走就菩萨的心 住于法而行不失 要折善固执 用在每一个时代 能用得上的法 你要安住在人用得上的法 你不要注意 现在我们已经光讲 悔令修求 你没有时间 也没有空间 没有心 咱们 这个就不合理了啦 所以我们菩萨 各位同修 你学到一定要学用得上的义经 也曾经过去我们一位老信徒 来到宣伙室 他很客气的 跟我说 本人老师啊 你教的义经啊 我感觉 和古人的义经不一样耶 我和古人的义经一样 那我就白讲了啦 我就甭讲了啦 就不要传了啦 若是古人的义经 他行得通的话 为什么现在还是天下大乱 那这位先生 愣住了 你那么有把握 对有把握 天下不太平 从每个人的家庭开始 你的太太 你的女儿 一直沉迷在股票 你学义经 用义经 古人义经耶 指点你的太太跟女儿去玩股票 投资股票 结果都输耶 对啊 你怎么知道 我不知道 你来找我干嘛 所以用的义经 就是古人的义经 那是修行的可以用 你现代 分分秒秒都很重要的时代 你用这样的 应用义经 把古人的智慧 都谋杀了 真的对不起 古人耶 所以我当下性的义经 是安住于 实用性 安住于 现实性 安住于 现代性 安住于 共同 合理性 所以你学到 一定要因应 符合 时代的 背景 所以这一位信徒先生 他很客气了 他说我今天受教了 我若是能够早一点来跟你节奏员 我今天就没有这一些烦恼了啦 这就是金刚星所开示了 这就是金刚星所开示了 所得了华 这个心 菩萨心 注于华 而行 不失啊 注于华 就执着 在什么样的华 而来行 为众生解决问题 不失 给众生 指明一条路 所以你证到的结果 你就会回来 反应回来 你所接触到的 所指点众生的华 会有反应 反应回来 那四季师兄 了了昆明啊 又在将近十七八年 十九年了啦 一位香港 在珠海 一位老教授啦 来到全国市 拿着山盟圆啦 我看了一户读书人啦 我在大殿前面那里遇到他 他很客气的 他一直在看 我看好像要来踢館的 要把我扁鞋踢下来的样子啊 我就 看他怎么表达 后来我问这位老教授 哎呀 这位教授 请问你何方来的啦 他说我从大陆珠海来的啦 我研究 我在那里交易经啦 那很好啊 将中华文化传给 后代的年轻人 可以保护自己啊 不伤害他人 然后帮助他人 这位先生的开示要出招了啦 他说 你这个风水前面盘像这样也不对 要怎么样才对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我一直听他讲 我说请问你盖了多少道场 盖了几家道场 我有时间我想去拜访 没有没有我没有盖 我不我不盖道场了 盖道场很麻烦要花钱 盖道场呢 若是不小心会盖错了 那我这里有盖错吗 有啊 你这里有盖错了 盖错你告诉我 我这里有什么宝物 请你指点给我 我该怎么处理啊 有什么龙穴 哪里有什么宝物啊 这一位先生 吓死了 我就看出他是漏气了啦 江湖先生啊 我分他说 我这个龙穴 这个破土下去一个方向 刚好一个大石板 相近你有三米长 大石板原来就固定着 就是面向着对面九九峰的 这个五曲星 所以我盖要融入自然 若是没有这颗五曲星 我就不要盖了 这个表示第一错了 表示了违背了自然 违背了天理啦 所以风水就是天理 我逆天哦 逆天走王 那么我今天能盖起来的 就顺天了啦 顺天走苍野啊 就是中华文化 三两开泰 易经 风水和宗教三合一的 最基本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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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先声是开始 嗯嗯嗯嗯嗯嗯嗯 Kyu wanna 一直答不出来了嘛 啊 我就問啊 周恩先生教授啊 我学习风水 一定要有易经的法则 还有神道的法则 神道 宗教神道 还有大宇宙的法则 否则的话 都是空谈 那么请问 我的这个条件是这样 盖起来了 你看还有哪里缺点 请你告诉我 我会修正 这位先生的 没有啦没有 这样好了 ok啦 那你这样对的 你就按照你这样去做好了 绘画 我就 先生你等一下再走好不好 我还请教义经啊 用义 立人和立天 义经 五千年来所隐藏的一个天机密 就是命挂 命挂可以了解一个人的一生 命挂是本为新圣教 我在民国七十五年所悟的 发现中华文化道统七千多年 疫情 他的真理 真是不可 不可思议耶 我看呢 你的命挂 是很好 他就好了 我什么时候生的呢 那你的命挂 你的孩子 已经走到绝境了 你怎么知道我儿子走到绝境 从你的命挂里面 就可以看出你的儿子带破 我又求 绝 摔 冲克什么都来 所以你的儿子命挂已经走到绝境 那时候这位教授才停下来说 你看怎么办 我这个是现代 实用性的疫情 不是说说而已啊 你用什么方法告诉你的儿子啊 没有用 他还是我行 我是的 所以这一位先生呢 他把整个的新生讲给我听 我说你这个一定要有法 你只是学疫经 没有宗教的素养 绝对不通 所以我为新生教 虽然用疫经 风水的学术 但是我加上宗教 才能圆满天地人三才 才能应 人的天心 应 佛心 应道心 应在祖先的心里面 这位老教授说 哎呀我拜你为师好不好 对不起 我没有时间再收徒弟 你要当徒弟员 你就参加我们在台湾 各地的开课 一步一脚印的来学 而且要参加我们的共修 来一起来听佛法 和印星 融我为一 那样我们学到 才不会自己受困 才不会误入歧途啊 所以今天同修们 你们来一大早 就来 参离 共修 我希望各位同修冷静 的提醒听 我会把 佛经和我们疫经 贯穿起来 成为当下性 符合人性 符合现代性 符合实用性 和现实性的真理 祝福各位 优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维� fosse exclude 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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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亿言 正 visible 你就像在兔子里面 找兔子的脚 所以我们学道 一经也是道 尤其我们所学的道 你要能学习佛所说的 不用诸寿生心 不用诸罚来生心 若是你诸寿以诸罚 未来生心的时候 那学学的道理 你进到很黑暗的环境中 你会看不到周围 好了 意思就是说 当我们帮助一个人 尤其我们学艺经 和风水宗教 三合一的妙法 你帮助 有缘的人 帮助他们 你会发现 你一直一直的 在想说 我帮助他多少 帮助他多少 那是不对的 有一次 有一位信徒来拜老祖 跟我说 师父啊 我常常帮助很多人 他没有钱 我就拿钱给他注措 他没有钱 买什么 我就帮助他 因为他很有钱 我说 但是你会过得很疲惯 有哪疲惯 我都帮助他 你不能说 你帮助普斯救济过 多少人多少人 水和水哪里在哪里 结果你是痛苦的 你脑神经没你休息 每天在想 人家如何回馈给你 是不是这样 对啊 我帮助他们 都一点都没有来谢谢我 没有来谢谢你 你也没有在那边等 在忙 忙到忙 喝汤 突然间对先生 醒起来 他说 哎呀 我原来帮助他 一直想念到他 所以你 会很痛苦 对不对 他说 是 他很痛苦 跟万公帮助他 他不怎么来 一生来谢谢 也没有啊 你还当菩萨嘛 当菩萨呢 你帮忙他过就算了 不要再回头啊 你帮助他解决困难哦 你就要祝福他而已 就可以了啦 所以这位先生呢 哈哈大笑 然后我过去帮助任何一个人 都一直在把他做记录起来 所以我这段时间都是很痛苦的 因为你帮助他是责任和义务啊 在续前生的缘啊 啊你要遵循这一生的缘 结一未来生的好缘嘛 所以这位先生呢 听我这么讲 他说老师啊 叔父啊 你讲的道理 跟人都不一样 我是做责任与义务啊 不是你有多大的功德 你当委责任与义务 看成你照顾小孩子一样的 从小到大 给他经费 给他资源 给他学费 给他创业的 哪一位你过去了 你会想你的儿子 你过去养他多少 买多少冰淇淋给他 我相信你不会的 所以你对一切众生的不失 这个就是要如数不失 你就会很快乐 所以这位先生呢 想了一下子 哈哈大笑 背着说 叔父 谢谢 接受我抠三个头 抠三个头 你要向老祖抠头 不是向我抠头 自此之后 他很快乐 郭先生说 有如 我开始在学道 行道 那时候 就和你以前一样 帮助过的人 你一直耿耿以怀 他怎么不包红包给我 他怎么不怎么样 结果晚上我在睡觉 在做噩梦 做什么噩梦 某某人来了 拿了一大票的 千年钞来给我 很高兴 蜜酒 白金 都没有 这接下来是一个痛苦的人生 所以我们学习布施 的方法 观世音菩萨 开始我说 某某某 你 过了河 我说 拐杖最后要摔掉 我那时候我很气 我说 这观世音菩萨 我不是那种人 我过去了 我怪章已经照常拿着 哈哈大笑 观世音菩萨 老鼠哈哈大笑 拐杖是福祖 你的人过了 你要自己走路啊 不要一直 仰仗的 人家给你 怎么样的 布施 一定要自己 路走路 所以我才会在 我们仙国寺后发言 文字写了说 未入门前失度 进入门后 自度 既然进入门后 要自己自度 所以很多信徒 他就不敢 走到那里 就不敢进去了 说叔父 不会度他 要自己度了 干脆不要进去 还有叔父可以靠 哈哈 在残疾山上 出处都是残 要弄清楚 这是佛法的最高境界 所以 菩萨 自 这个 自以法而行 布施 如是 按 着无所见 当一个人 你要帮助一个人 要帮助 要布施的时候 你不要执着说 我今天 有怎么样怎么样 你就直接 布施出去 用欢喜心就好了啦 有如当主 我比较有时间接受大家来问事 家属 受惊 有的信徒 他就先到 师傅部去交个两百块 拿个手机 给我看说 师傅啊 我这个 手机在这里 要做什么呢 要我说 提早先给他 安排让他先问事 我都不会这样 我不能助于 一些布施 改变了 我的规矩 我就告诉 阿尚啊 请你在那边等一下 等到还有几位 完毕了 我再 请你过来 好不好 不行啊 我去医院挂号 都有退后三号就 沦罗了 那是什么 行与社的故事 执着 都会经验门窗 门窗全面 有一天 这阿尚又来了啦 他又先去书部 交了两百块钱 说要问事 我说 阿尚你这是供养金 这个不是牌号码的 他不是牌号码 他跟供养金都一样嘛 他也就是说 如入黑暗 你足足在 我的部署里面 你若像 人在黑暗里面 都见不到其他周围的人 见不到他周围的一切环境 所以这个会很痛苦啊 那我就跟着阿尚 你不用啊 一定要交钱 不要交钱 我也会帮你忙啊 你以后不要交钱啦 你说不要交钱 不行 我欠五座 我欠菩萨 欠佛啊 我说没有啦 没有欠啦 你有什么事 你要问我 我帮你解答 但是你按照时间来 我帮你解答 一定你会得到我们满意 现在人的习惯 当我去参加什么工作会 我就参加工作会了 你有布施 这次布施一百块两百块了 你会战战自喜 你常常为一百块两百块 来把自己的心啊 念啊 都执着了 那我变成会有罪 过 曾经那个工作会的会员 他很诚实的人 而且呢 看到那么多贫苦的人 看到我们电视台 要经贿来播做节目 给大家了解 复习 读书 等等 他就 一有时间就去会 会到我们的工作会来 会来了 我们工作会给他 收集开给他了 他就拿去把它烧掉了 有一天来到宣伙室说 师傅啊 我工作会了 我要报税呢 你原来收集了 原来收集了 我就把它烧掉了嘛 我这样对你烧掉比较快乐啊 但是你要报税 可以抵多少税 我今年每一年交一千两百块 可以抵一千两百块的 几%的税 我说阿上啊 你既然 有这么大的花心 做税金 也是国家的嘛 要扣就给国家去扣啦 没有关系啦 那若是需要的话 我可以再给你去缴这个 所得税 来弥补 阿上他就很 谦虚的说 不必啦 那我还是交给国家 那好了 没有关系 阿我是在做生意的 结果回去呢 好 生理特别好 那几天生理有得好 好到没那么困难到 阿结又去闪到 又去闪到 哦 又来协服室 找我领了 把他收收的 轻松下来了啦 这是什么 就是如人进入黑暗 你没有看到 你所行布施 他的功德在哪里 所以我们对于这种一件 公义事业的布施 我们来到世界上 你们要对于公义的布施 我们应该要有佛法的这一个理念 从佛教经文中 也看到有一篇短文 所以一位先生 他拿了几十万 要去佛事 布施 就交给住宿 佛尚 住宿佛尚 出来了 拿了 一个谢谢什么都没有 他就回头掉到疗房里面去了 所以这位信徒很生气 说你为什么佛尚 有 我这么多钱给你 你一句话也没有讲 你就掉头进去了 事实上那佛尚知道他后面有个灾难 叫他赶快离开 不然灾难会来 所以他就进去不理他 不论他多讲话 让这个施主啊 许柱啊 就回去了 回去了 当他回去之后呢 后面没有多久呢 有个大的车祸灾难 在法园大悟 和尚看到他背后有灾难来了 若是再跟他讲两句话 他一定会碰上这个灾难来 所以他就不讲话了 让他赶快回家 这个都是高人过招啊 和尚是对着这一位施主 他的布施 这个菩萨的布施 既然布施了 背后有什么灾难 自然农天护法会把他坏无形 后来这一位 使主来 这位菩萨来 还把这个消息透露出来 有如我们当时在盖这个千罗参堂 似乎都没有钱 好几位同修呢 来了 我盖千罗参堂没有钱呢 你钱先拿来借我 但是我也不开说记了 你自己要记录要记录好 哈哈 钱拿给我过几天了 他的资红杜亚 被倒了好 不少钱 他拿到一两百万来 盖千罗参堂了 留下工作 后来回来 向老祖扣血 老祖啊 你还要在欠钱的话你告诉我 老祖就不会告诉他说 哪里还欠钱 事实上到处都在欠钱啊 他的缘分 改发缘就是发这段缘 他 他 只料仰 但是呢 被倒了 在这里有工作 在那边没有工作了啦 那听得好吗 你们放心中午我没给你们发言呢 中午我没给你们发言啦 好 那只是说 让各位了解 菩萨的布施 不在 停顿在 要和尚要水跟你感恩啊 就随身临练 这就是惨嘛 还有我们一位师兄 当时呢 他我们盖千罗参堂 八检师长 带着他 也是拿了两百万来给我 说 叔啊 千罗参堂还在盖 还要很多钱 我这里一点点钱呢 就给你收钱 你要用什么 做你去用就好了啦 我开收钱啊 不用啦 不要开 我开了 我全部都没讲得 我就 好了 拿来改花 支票 爱给人就爱给人了嘛 借款就要还人家 过了几天 那 他做贸易 这一条 很大条的钱 就现在了 比他预计的还 将近十倍 这是啥 无相布施 所有农天护华会感恩你 这是一个无相布施 还有我们有一个 寺庙道场 不是我们的 921的时候 要倒闭了 我建议你把它拆掉 不好意思拆 拆盖四楼的 我说这个基础有问题 后来请示观音佛祖 观音佛祖 音传也不会叫我来听 好 只要拆就拆 那一拆 发现地基 是不是只有一尺半 这样而已 哦 好感谢啊 那么再一次921就完蛋了啦 要拆 我就画一个设计图给他 我这个设计图 你按照这么大来建设 这个方向这样建设 后来祝祖法师呢 苦于没有钱 只剩800块 800万 所以他一位信徒呢 800万跟他说 叔叔啊 这个800万先给我 我帮你订料 啊 订钢过料 结果钱出去了 都没有消息 钱就被他的信徒 把他拿去用掉了 哦 那时候怎么办啊 啊 他的住俗法师的滴滴 啊 看到这样说 叔叔啊 虽然是姐姐 还是城市叔叔 800万我先给你好了 那先盖起来 所以那位法师 依照我设计图呢 去设计 去盖了 把他的弟弟在 开建设公司在斗六 一批房子 一批房子 盖了一批房子 所以一盖好 卖了 刚好多余 800万 赚了800万 刚刚好 这下无效布施 所以我们布施 不一定说要有多好的条件 才布施 不要有条件的布施 你的功德才大 不要有条件的布施 你会发现你的爱 你的慈悲 你的如来 菩萨恨 你会发现 你来世界上走这一趟 已经在正道 好 金刚经所开示了 菩萨 应无相布施 不应注射生心 无相布施 才是最上圣的布施心法 功德无量 所以我们今天这一节 第一节 给各位讲解到这里 祝福各位 阿弥陀佛